欢迎收看聚焦新亚洲 我是赖正凯 新闻的一开始 我们先看到哥伦比亚航空 一架国内线的航班 在16号下午在飞行途中 遭遇到了热带风暴的侵袭 机身不断的猛烈摇晃 不少乘客是被吓到惊身尖角 有乘客拍下 事发当时的整个机舱状况 飞机上面惊叫声不断 有小孩子被吓到哭出来了 还有人因为太害怕开始祷告 而当时飞机正在穿越一场热带风暴 时速高达79公里的强震风 把飞机吹得不断摇晃 空姐透过了机上的广播 不断试图安抚乘客 剧烈的摇晃大概持续了约7分钟 还好最后平安降落 没有人员受伤 再来看到黎巴嫩 全国多处出现了呼叫器爆炸事件 造成了9人死亡 其中还包括了一名女孩子 并酿成了2800人受伤 而呼叫器的贴牌公司 经阿波罗发表声明澄清 他们有授权商标给一间叫做BAC的公司 证实与台湾无关 不过现在开始也出现各种说法 有专家认为以色列的情报局摩萨德 渗入了供应链在呼叫器中植入了20克的微量爆炸物 黎巴嫩真主党呼叫器爆炸案造成9人死亡 大约2800人受伤 其中有200人伤势严重 事件中将近有3000名真主党成员的呼叫器 疑似因为受到操控而集体引爆 真主党干部表示这是他们与以色列开战近一年以来遭遇最大的安全破口 而美国白宫则是火速撇清表示美国不知情也没有涉入其中 军事专家马尼也指出 以色列情报局可能渗透了生产过程 并在神不知鬼不觉中将20克的爆裂物和遥控触发机制 植入到呼叫器中 造成数百只呼叫器同时爆炸 而大陆军事专家杜文龙则认为 有可能是因为植入病毒软体远端操控 引起装置运转不正常进而引发爆炸 那么在当时我的里巴顿同事 因为他住的位置是距离南郊很近 第一时间他的所有的网络是被切断 以色列网络安全专家艾拉扎里评论 这恰好重挫真主党的阿基里事件 那就是破坏通讯网络 而美国前中东情报官员潘尼可夫则表示 这是真主党数十年以来最严重的反情报失败 本来想利用呼叫器避免追踪 没想到竟然反被集体操纵 不过目前为止呼叫器同步爆炸的原因 依然众说纷纭 还有待相关当局进一步调查 记者总和报道 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中天新闻台在新闻画面上 关键倒数六天物质为封台倒数六天 遭NCC认定造成防疫期间社会心理影响 妨害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 中天不服上诉到最高行政法院 判决中天胜诉 发回北高行重审 我方也主张NCC忽略有利中天的事实 截取少数委员的不利意见 以花节目 中天新闻对NCC迎来第十八胜 最新一胜是在2020年3月28号 新冠疫情期间报道 边境管制可能延长讯息 但镜面标示关键倒数六天 物质成封台倒数六天 NCC认为中天误导民众对防疫讯息认知 影响疫情防范及管控 造成社会大众恐慌 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 开罚八十万元 不过最高行政法院判决打脸了NCC 我方也主张咨询会议十三名咨询委员 其中五人认为并无违法 三人认为违反了广电法第27条 第三项第四款违反事实查证原则 另外五人认为违反同条第三款 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 但第三款跟第四款属于互斥规定 也就是只有五人认为违反NCC 用来裁罚中天的第三款 剩下八人认为没违反 我方强调原处分忽略 有利中天的事实 截取不利意见 将第四款理由移花揭幕 显然有重大瑕疵 NCC再天一拜 但要记得当初对中天不予换照 其中之一的理由 可是违规严重 内控机制失灵 其实光是出现这个状况 就可以很明确知道 谁内控失灵 NCC内控失灵 所以真正应该要被关台 应该要被裁测 就是NCC自己而已 NCC距今累积18连拜 连部与换照处分 都在去年五月遭法院撤销 当初硬要关中天的理由 更显薄弱 记者石耀珍 蔡比翁台北厂报道 台湾有37名的死囚 直以死刑违宪而申请试线 大法官预计 本周五9月20号宣布 视线结果 但最新民调显示 超过八成民众反对废死 更有高达八成五的民众 希望法院要保留判死的选项 但现在居然只要有七名 大法官就可以推翻了 八成台湾的民意 专家呼吁 应该要考量社会 对死刑的信赖度 更痛批 如果做坏事的人都不能被处罚 那这个社会还有安全可言吗 极具正义的死刑事件案 将在20号下午3点宣判 决定目前37名死囚的未来 但最新民调显示 83.2%的民众不赞成废死 85.3%认为法院 该保留判死的选项 更有高达87.3%的国人认为 死刑没有违反国际潮流 费斯联盟多次主张 死刑违反国际人权公约 而且有误判风险 但看看陈顺别任内 曾枪决32人 马银九任内 也执行了33件的死刑案 蔡英文执政八年 只枪截了两名死囚 难道都是误判 都是违反国际潮流吗 更让人纳闷的是 现在审理死刑事件案的 15名大法官 扣除回避的三人 只要过半 也就是只要7名大法官赞同 竟然就可以否决 台湾八成反废死的民意 连刑罚做最坏事的人 都不能被处罚到急刑 这个社会会非常没有安全感 真的有冤狱 我们一定要找出来 但是不宜把整个死刑 一概而论通通推翻 是不是鼓励一些重刑份 他一定不会被判死刑 增加社会动荡 社会不安 杀了那么多人还不判死刑 司法的天平上就倾斜了 死刑的存绘 应该是交给 最高民意机关的立法院 来做决定的 三人新名代执行的死囚 包括唯一女性的金氏媳妇林玉如 一年内为了诈领保险金 杀了亲生母亲婆婆跟老公 最后2013判死 却拖了十年不执行 现在律师更强烈主张 她有心智缺陷 还有守法残忍 像是2008年犯下国中女老生命案的 游逸臣 苏志孝 闯入被害人家 用胶带捆绑并强盗 接着再用电源线 将她活活勒死 还有黄霖凯 只因为不满女友提分手 先是将对方母亲勒弊 再对女友强迫性交 并以同样说法狠心杀害 而且事后竟然毫无罪恶感 一旦死刑被认定为限 将不再执行 不仅被害署家属不能接受 社会恐怕也将面临 前所未有的震荡 接着一位 柯文哲第三度被北检提讯 绿媒的周刊又再度爆料 柯文哲选前三个月账户 涌入两亿的匿名现金 特定的绿媒轮番放话带风向 有人挖出习日立法院长韩国瑜 曾当面痛骂绿媒只会 照谣抹黑 18号9点25分 柯文哲第三度遭到提讯 这回柯文哲似乎刻意把被上铐的 双手举高 不知是否在做无声抗议 历经七个小时 征讯略显疲态返回悲索 而绿媒周刊又爆料 提讯关键在申请金论功 刑赏高达无益的奖金流向不明 而同时柯文哲选举账户 突然在选前三个月 暴增近两亿捐款 其中不记名现金捐款 甚至高达十三万七千笔 难道真是在习惠款 匿名捐款最多只能一万元 所以你们说那个什么三百个 可以捐到十万的 根本是乱扯一通 现在是近周刊在编故事 还是检掉在泄密 但有明代质疑 当初为何柯市服事先发建照 给金华城后才签订协议书 难道这不是图例 从申请建造到核发建造 需要多久 三个月到半年 那为什么金华城可以超前取得 容易的审查会都还没有通过 凭什么发给他建造 有没有非法图例的问题 绿媒女记者爆料 困着USB里有写1500小审 还说百分之两百 确信检掉却说每人泄密 因为媒体报道逐多不实 和各界炮轰 要么就是绿媒百分之两百 造谣关三天 要么就是检掉泄密关三年 你们两个总要死一个 看你们两个猜拳谁要死 就是检察官泄密 他们过去用这个方式 来对付马昂九更严重 他把所有的录音带的东西 交给同样的荆桌刊 台北地检所检察官 其实不当可恶 而且可耻又喜欢说谎 过去立法院长韩国瑜 曾饱受同样的绿媒追打 他曾忍不住公开点名 三立电视台啊 过去我说你是两立 少了一立良心啊 这两立一个抹黑一个造谣 这么多年你都还没有进步吗 三立电视台啊进步吧 净化成乌云密布 检掉办案的特殊手段 如今像弊案一样 备受质疑 国土计划法预计在明年四月上路 但引发地方政府和蓝绿强烈的反弹 因为限定国土分区后 不但影响地价和土地的利用 更可能被迫盖光电影响保育 国土法在民进党内部都引爆了战火 二十位的律伪集体呼吁战缓山路 民进党立委现在是在集体造反吗 国土计划法明年四月上路 目前还有九个县市没上缴 国土功能分区图 就是因为争议太大 蓝绿都反弹 最大的问题就是 若分区一旦底地就难以变更 像是被列为农一农二用地的农民 就苦喊难道比我们未来 是世代代都务农吗 就怕到时候价格崩落 根本无法转型翻身 美美的恐吓农民 你被改为农一农二之后 你的农舍不能盖了 会被检取 最高华金100到500万 农民就说他们的土地被判死刑 不但要限缩还要再查查 叫他要裁掉 不然的话他就添加重罚 甚至有刑罚 农民辛辛苦苦买了一块地 发展被限制被限缩了 未来的一个希望跟机会 统统被抹杀了 影响到我农地的地主 开发者跟使用者的权益 阻碍了经济发展 可以预估五年十年 二十年的变化 完全都不能变更 所以你是神 国土计划法一旦上路 外界炮轰 不但限制了土地使用 影响开发 地方政府如果偏颇认定 还会影响生态 你能够耕种了土地 他就把你偏定为 不适合耕种 那他就可以拿来种电 台南是已经为绿能 太阳能光电 贡献很多很多了 可以放台南一码吗 蓝绿立位难得一口同声 就是因为国土法设划过程充满瑕疵 希望政府能暂缓实施 展颜至少二到四年 让计划有更多讨论 也让基层更加安心 杰业维 李正云台北报道 今年三月才大涨 电费百分之十一 现在传出政府编预算 全民要再补贴台电 一千亿元 台电董作还说 若预算不够 十月恐怕要再涨电费 基层痛骂 废核政策简直让老百姓 无止境地被剥削 工商大佬更说 一再地涨电 只会将物价上涨 政府应该适可而止 废核后 碳费的暴增 工商界恐怕认为 不堪负荷 今年三月 电价才大涨 百分之十一 现在又传出 新年度政府编列 一千亿的预算 要去填补台电亏损 台电董作 曾文生说 如果没有这千亿的补贴 不排除十月再涨电价 各界反弹炮轰 政府搞废核 出现了巨额亏损 全民不但被涨电价 还补贴台电超过四千亿 如果十月电价再涨 或再补贴你一千亿 简直要把人民的口袋 给掏光光 那你开玩笑 台电还要补他一千亿 三层皮 哪有人这样 一只五百三颗皮 那我想电费应该要 撕壳子 目前不宜再涨 费核后 政府用高碳排电力替代 预计二零三零年后 碳费从每吨三百到五百元 涨到一千两百二到一千八百元 短短六年费率暴增了两倍 费核造成了真正的苦果 恐怕还没来 我们百分之八十以上 都是火力发电 请问一下 你到时候怎么样避免 让厂商的成本增高呢 所以这是错误能源政策 带来一个结果 有人还点破 赖总统打算走务实的能源政策 却卡在一张费核神主牌 但如果等到二零二五年 达到了费核家园 再转弯永和 重启机组 代价恐怕超级大 不要为了一个神主牌 一定要先达到二零二五 费核家园 不要再轻下去 这没意义的事情 何必要再让台湾的百姓 痛苦这三四年 这三四年的成本 将近要多了 最少是七八千亿 那何必呢 你们本来就会再启动了 所以现在不断地在测试 立院马上就开议 九月底将召开 电价神议委员会 会不会再涨电价 再剥百姓的皮 将又是一番角力 记者黄义俊 王志成台北采访报道 天后将会将在大巨蛋的 国庆晚会付出 不过却传出 因为维安规格拉高 使得经费暴增 北市府得向立法院长 韩国瑜求助 甚至就连韩国瑜 都得向公股航库募款 还被卡关 在党中炮红 别借机穿小鞋搞大小眼 国庆晚会要院长 亲自掉头寸 根本就是让总统赖清德难堪 国庆晚会 10月5号将在台北大巨蛋登场 天后将会也将付出开场 原先国庆晚会预算 高达1950万元 而组委会协助支出952万 而北市府支付997万 不过却传出 因为提高了维安和设备规格 让经费大暴增 甚至传出有将近3000万的缺口 是立法院长韩国瑜 亲自找公股航库调头寸 还一度募款卡关 到底有没有卡关 韩国瑜没有正面回应 但在党难以理解 总统赖清德都会出席的国庆晚会 为何立法院长出马募款 还会受阻 国家的今天总统要来 你怎么会说钱找不到呢 这个东西不可以让 因为韩国瑜要给他小鞋穿 有事体面 更何况今年的金控 大赚钱获利 比去年增加8%无视 赚这么多的钱 3000万 几家韩国抄一下就有了 要按管理来处理吧 毕竟这是赖清德上任后 第一个国庆晚会 却全出募款卡关 在党批评 这丢脸的恐怕不是韩国瑜 而是赖总统 为什么换了立法院院长 换了台北市来举办 这些单位都收手了 这是一个国家的庆典 不需要歧视或大小眼 难道赖清德没有要来吗 如果让一个国庆活动的举办 变成说到民间 去到处化缘的话 你赖清德来这边 到底是以什么样的角色来 就怕还有人 从中操作蓝绿党派 搞资源大小眼 让国家盛典还没举办 就先蒙上阴影 记得钟晨良 是郭豪 SN小组台北报道 受新冠疫情的影响 中断近五年的陆客赴金门旅游 终于在今天迎来了转机 在金门县政府及在地的旅游业者的邀请下 厦门采线团经由小三通 上午抵达了金门 要为未来的恢复陆客常态化观光探路 金门产观各界热烈的迎接 就盼两岸交流得以顺利回复 金门县议会人员高举旗帜 锣鼓喧天搭配舞师表演 热烈迎接厦门采线首发团抵达 一行人下船踏上金门土地 喜悦藏不住 我们的这个乡亲 还有我们的旅游业 旅游业做工作 所以北半大学 可以来给喜欢金门 受到新冠疫情影响 终断近五年的陆客 赴金门旅游终于破冰 厦门旅游协会采线团18号上午 从厦门五通码头 搭乘小三通船班 抵达金门水头 产观学歌界大阵仗迎接 我相信他们来了之后 一定可以感受到我们金门上下 已经都做好了准备 来欢迎他们的到来 为恢复陆客常态化观光探路 路线团展开为期三天两夜的旅程 第一站立即前往水头居落参访 并前往酒窖体验金门高粱的沉浸式旅游 不忘于在地旅宿夜交流座谈 这是因为目前首发陆客团已经提出申请 就判在两岸政府支持下 审查程序能尽快完成 我们也会很努力的去跟我们陆委会 做一个沟通 他有承诺 将来如果有申请他们应该都会准 若审查顺利 陆客预计最快在九月下旬就能抵达金门 一年有望从大陆迎来45万旅游人次 除了拉近两岸距离 更能对金门观光大复苏 记者金门综合报导 赶大车又等不及现场购票 网路教学刷卡就能够直接进站 不过实际到了高铁站 发现并非所有的卡片都能够逼进站的 稍后带您一块了解 泰国外交部宣布在今年12月起 包含台湾在内等93个免签地区的旅客 入境泰国前必须线上申请电子旅行的授权 泰国自疫情之后开放了多个国家免签 却因此造成了大量的民众非法滞留 从事非法活动 实施电子授权不仅能够简化入境的程序 也加强了对外国人的追踪管理 每一次许可只能入境一次 单次停留60天 最多可以延长30天 敢搭高铁的时候 发现来不及现场购票 网路教学的刷卡就可以直接进站 就跟搭火车捷运一样 不过实际到了高铁站 发现并非所有的卡片都能够逼进站的 一般的悠悠卡跟普通的信用卡 是进不了闸门的 带您一块了解 高铁勾票窗口选半天 光是买票操作过程 至少就花掉一分多钟 若是在赶车可谓分秒必正 但其实高铁可以不用买票 刷卡就能直接进站 我不知道 下次可以试试看 还不错跟悠悠卡一样 自己就有在用 对 就是短程的 长程的就可能还是会买票 听起来蛮方便的 除了可以现场购票 手机现上操作APP 旅客池跟悠悠联名的信用卡 以及一卡通联名卡 B卡就能直接进出高铁闸门 和进出捷运一样方便 对 如果没有免掉的话 就会直接用 对 只要他们商务的可能比较会用到 不过不能选位只能想要自由做车厢 但可以省下预购票的麻烦 尤其是在临时赶到车站 无暇买车票时 B卡就能进阵 不过要留意一般悠悠卡 信用卡 通通不行 有悠悠联名卡功能的 才可以刷卡进阵 主要是因为勾铁票价贵 需要保证有自动处值 免得有逃票嫌疑 电车厂他都会根据 尤其还有不同的票手 他手上会有一台相关的机器 他可以方便在最后座的车厢 降求快速一卡畅通无形 恐怕是外来乘车趋势 曾火车捷运斗勾铁 如今刷卡就能进阵 记者林郑桂轩台北采访报道 行政院核定调升最低工资 月薪28,590元 时薪190元 可是如果打工族 每月工作足够的时间 反而薪水会比正值上班族的 月薪还要更高 专家示警 恐怕会造成缺工问题的严重性 打工族一早手边工作没停过 因为时间分分秒秒在计算 行政院核定 2025年1月1日开始 最低工资调升 每个月月薪28,590元 时薪190元 不过到时候只要打工族上班 满八个小时 做到22天 就可以领33,440元 甚至比月薪高出 4850元 真的太少了 因为年轻人真的很可怜 都没什么薪水 确实要再往上拉高 因为时薪比较高的话 对不合理 从2016年起算 绿营年年拉高 注意地工资 一直到2025年 月薪调幅达到42.9% 时薪调幅更达到58.3% 两者差距15.4个百分点 却被点出有酿成缺工的风险 工厨变多 事实上从目前的趋势 看起来是这样的 包括非典型就业 部分工时派遣工 临时工也比过去更多 专家建议时薪月薪应该要联动 才有一致性 否则年轻人不愿意投入正职 台大国法所副教授 辛比隆更担忧 会产生雇主道德风险 把实行治劳工 按照最低工资 月薪计算 省人士成本 需要提出更多的政策诱因 那包括雇主要提出 更多的所谓的弹性的工时 弹性的工作 跟弹性的地点 来吸引年轻人从事正职的工作 打工组增多 如果专业技能工作 无正职人员负责 就业市场改变 影响恐怕比想象中更深远 今天黄天还玩听 台北报道 如果今天我们不打工 我们来做生意的话 到底开什么比较赚钱呢 网路传了一份名单 简单地换算了获利比 药局达到了65% 餐饮业则是达到25% 那银行的眼镜行 竟然达到300% 实际的状况如何 一起来看 街头商店琳琅满目 不少人想创业当老板 网穿各行利润差很大 食品饮料获利比可以达到25% 药局获利比可以达到60% 甚至是眼镜行最夸张 获利比300% 也就是利润是全本的三倍 毛利率要有60% 总共卖了100万 假设进货的成本就是40万 这个毛利并不是你所真正赚到的钱 假设三种店面都开在都会区 实际调查 药局获利比确实可以达到六成 但每个月还有人力 电租加盟金等整整获利比约一成 至于食品饮料单月成本约30万 营业额40万 获利比确实在25%上下 眼镜行营业额10万成本要5万 获利比实际上只有百分之百 因为其实有不少的眼镜价 它的制造成本其实是比较相对低的 毛利率可能会基本上达到六成 可能四成以上 甚至超过五成 就有些镜片的成本 那但是相对来说 因为它比较偏的是智慧才 不过别人以为数字高就是好赚 专家解释其他要考量的成本差很多 像是食品店 人力食材耗损高 眼镜行则是购买周期长 客人不是天天有 像有些产业 它可能比如说18个月 它可能就可以获利回本 但它可能是非常的辛苦 用大量的人工 或者是大量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回转率 做生意没够多 获利高也就等于高风险 专家建议多方比较 多考量才不吃亏 今天黄天安王一厅特别报道 Google地图陷入了改名之乱 很多的学校都被它改名了 在Google的校民惨遭恶搞 而事情越演越烈 全台湾多所学校都遭到改名 画面上可以看到 京城中学被改成了京城武高级中学 而园林的重拾高工 则被改为重拾重咬的高工 而最早传出的灾情是园林的农工 被恶搞了改为农林农工职业杀手学校 起因是因为一学校的整件人行步道 在围墙旁边摆摊60多年的摊贩被迁往了他处 在网路上发酵而被骇客关注到 因此遭到恶搞 而事情也越演越烈 全台湾多所学校也遭到了改名 校方紧急向Google总部反映 将名称禁速修整 再来台北市有多所的明星高中 包括了建中北女等等 考上明星学校是学生们努力的目标 但最近有网友发现 过去前三志愿的景美女中 今年却在基北地区排名了第28 让民众惊呆 却有补教老师直言 交通不便是主要原因 北市高中113年入学分数 根据洛脸分析来培名 引起热烈讨论 曾是女校前三志愿 景美女中如今跌到第28名 过往曾是明星高中的中正高中 排名也掉到第26名 我蛮压意 看她以前分数量都很高 现在就低蛮多人 以前在我们那个年代 确实是这样 前三志愿 北女中三景美 景美女中过去曾出过 蔡依林 张俊 宁成 妻珍的女神级人物 在如今排名跌落神坛 而见中北域女人稳坐龙头 升学顾问指出30年前 北市只有13所公立 但这20年来多出了太多 包括大同 中轮 栗山 陈渊 大志等 公立高中竞争力大幅上升 时代一直在变 应该是地理位置的问题 给小孩一些定义 一些定的学校 他不见得会去想读那间学校 网友则认为 景美女中位在北市边缘地区 地点实在太尴尬 节运斗不了 除非是文生在地人 想不出有必要大老远跑木炸 而也有人讨论中正高中 名次狂跌原因 直言虽然是在市区 看起来地点不错 但交通并不方便 把转程时间算上就差很多 交通方便的地方 目前北北七这40所学校 有30所下了捷运 就可以到学校 所以家长为了一个孩子的安全 他当然希望能够在捷运的旁边 补教业者认为 老牌名校光环消失 虽然名次大洗牌 但竞争力人不容小觑 曾经有亚洲第一美女 支撑的57岁女星王祖贤 移居到了加拿大温哥华多年 中秋节她现身了台中 在素食餐厅内 与工作人员留下了合照 照片也被po上了社群网站 不过有网友发现 王祖贤在微笑的时候 双颊似乎有一点奇怪 好像嘴跟脸都连成了一条线 她的外貌变化也引发讨论 一旦女神王祖贤 经典戏剧作品 倩侣幽魂形象升值人心 现年57岁的她 移居加拿大多年 这次中秋节她现身台中 照片还被传到社群网站 王祖贤戴着太阳眼镜 身穿深色长洋装 她在台中的素食餐厅内 与员工及法师留下合照 只见她双手合十 面露微笑 只不过照片曝光后 许多人开始讨论起她的样貌 她很慈悲很仙气 就包场团体用餐 包场 对对对 王祖贤嘴巴和脸颊 几乎是连成了一条线 网友讨论为什么要做医美 还说她已经把眼神 那个发电厂关闭了 她有来这边吃购饭 你对王祖贤的印象大概是什么 就是很漂亮 然后很有气质 突然出现在台中的素食餐厅 就觉得很特别 然后会想要来看看这样 王祖贤自从2004年 演出电影《美丽上海》后 就协影至今一心向佛 粉丝偶尔只能靠着她 更新社群平台得知近况 这回中秋节 王祖贤似乎是返台过节 即便外形被拿来八卦 但酒味露面 仍是让不少粉丝感到惊喜 记者刘彦王世函 台中采访报道 古装剧常常出现的免死金牌 历史上是真有奇物 但长得跟古装剧可是大幅相同 除此之外 这个免死金牌的功能 远比你想象的更强大 竟然还能够跨朝代帮 后代的子子孙孙保命 获得免死金牌的人 本人可以免死九次 子孙也有三次的机会 免死金牌再一次 爹 你忘记有免死金牌了吗 免死金牌 周星馳版的陆顶记中 吴三桂面对杀鸡 依旧能化险为宜 原因就是手上最快超强神器 免死金牌 斩呢 你斩呢 花阿玛 不用金牌力鉴 是你免术中磨磨磨一死 古装剧中 不少角色被刺死千 都会拿出免死金牌保命 历史上确实真有奇物 前流铁券重29.8厘米 横52厘米 厚2.41厘米 这是世间目前现成最早的免死金牌 但它不是金色的 长得也不是令牌形状 因为它根本不叫免死金牌 而是叫做铁券 外形如厚重瓦片 上面镂空填金 写了皇帝诏书333个字 雕刻了当事人的官职 受风攻击等 下周围装 他因为没有看到过这个 带手去什么样子 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他就想把这个 前世的铁券拿来 这块史上最早的铁券 来自唐代公传前流 他一生都没有使用 当传家保留传 直到500年后的明朝 后代犯下死罪 依然能用它 让明太祖朱元璋 收回成命 原来免死金牌 不仅能保自己的命9次 还能让后代子三爷 免除三次死罪 免死金牌跨朝代流传 朱元璋也以这块 前流铁券为样本 制作属于明朝的 免死金牌流传至今 接下来最后报道 大陆河南的一家起重机公司 举办围棋两天的中秋孝庆节 总裁亲自现身 搬出了超过9000万台币的现金 包给了现场的员工 只见工作人员提着 满满的现金带进入会场 让观众是兴奋不已 那现场摆放了1000桌的宴席 邀请员工及其父母 一共19000多人 总裁还逐一的向员工父母献花 并包给每位父母台币 2700元的大红包 让网友直呼这些员工 真的很幸福 再来到日本玩一定要吃海鲜 那东北的青森 有临近的鱼港海鲜市场 鲜鱼 螃蟹 贝类 及一些肉类还有干货 更特别的是 还可以在现场自助烧烤 有专人准备炭炉 佐料 餐具等等 两个小时只要大约110多台币 请来看到日本青森的报道 炭烤鲜鱼 各种新鲜贝类 还有鱿鱼 肉串等 这不是台湾的中抽烤肉 而是日本的海鲜市场 现买各种海鲜肉类 自助现烤现吃 青森八户是著名鱼港 当地海鲜批发市场旁 有一座170米长达美食中心 超过60家以海鲜为主的商店 出售主要来自日本东北的海鲜 来自北海道的海胆 4200亿元 海鲜盖饭 生鱼片或寿司等 大约270台币起 觉得这样吃太普通 可以在市场内自选各种海鲜 螃蟹一份约180台币 贝类海鲜套餐450多 黑毛河流也只要2、300元 美食中心内有自助炭烤 美味110多台币 有专人准备好炭炉、做料及餐具等 让你自助炭烤2小时 懒得动手也可以直接进餐厅吃 各种海鲜盖饭300多元起 从八户车站往美食中心 公车收费100亿元 约23台币 车程10分钟 车内还有中文广播指示 以上是记者李警华在日本八户岛 报道 长病毒的疫情来势汹汹 上一周就诊人数就达到了1.46万人 机关署在18号公布 国内开学后第一周 全台停班停课高达了192班 副署长罗一军表示 长病毒的疫情处于高原期 还在上下震荡 中部以北的疫情已经开始下降了 南部、东部则还是在上升当中 预估至少还会再流行一个月 要到10月中下旬才会出现明显的下降 我们在看韩剧的时候 常常出现人手一杯的冰美式 堪称是韩国的国民饮品 韩国最新的研究指出 如果成年女性每天适量喝两杯的冰美式 可降低34%的罹患高血压 糖尿病等等 代谢症候群的机会 韩剧常常看到女生手拿一杯冰美式 堪称韩国国民饮品 韩国有研究指出 成年女性适量喝黑咖啡 每天两杯可降低罹患代谢症候群 34%的几率 之前有看过一些报道是说 对心血管疾病好像会有点帮助 有稍微有觉得惊讶 如果喝到品质比较好的咖啡 是真的有一种 就是身体比较健康的感觉 所谓代谢症候群指的是 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以及中风等疾病 咖啡因总量一天不超过400毫克 等于两杯200cc美式咖啡 能够降低油理脂肪酸 酸酸甘油脂和总胆固醇浓度 适当的喝咖啡对身体有抗癌 燃烧脂肪促进新陈代谢 另外喝冰的或热的也没有差别 只能喝美式咖啡那拿铁呢 医生提醒想要达到好的预防效果 咖啡里不要加太多奶制品 避免摄取过多的油脂 另外爱吃虾胖胆固醇高 营养医学专家表示五回大了 一只去头去壳虾子有丰富蛋白质 胆固醇只有8毫克左右 一天吃30之下 只相当于一颗蛋黄的胆固醇 真的不高 以一天300毫克上限 必须要吃36只虾子以上 才会过量打破胆固醇迷思 记者连缘编朋友飞 台中采访不到 很多人都喜欢吃甜食 长期吃恐怕会被糖尿病找上身 但您可能不知道 吃咸的食物也可能会罹患糖尿病 医生指出关键在于 里头的藏着高钠的含量 究竟哪些食物呢 带您一起来看 夏天好热好热 买只冰淇淋消除一下 但甜腻食物下肚 糖尿病风险跟着增加 四种加工食品都是地雷 像是台湾人手一杯 手摇饮 奶茶 优洛乳 林喀可乐等含糖饮料 但不只是甜食 进到超商随便拿起 微波食品加热 又或者一般调理包 泡面罐头等即时食品 还有加工腌制品 培根火腿 香肠等肉类 就连平常大口客鸡排 吃葱油饼 臭豆腐等 咸食也得要当心 可能会引发第二型糖尿病 除了它是超级焦工食品 不要忘了它们都是很咸的食物 一个小罐头 鱼的鱼罐头就大概400 那太多鱼可能会导致我们比较容易罹患糖尿病 腻血管疾病跟脑血管疾病 欧洲期刊发现像是白面包冷冻后直接烘烤 生糖止住竟降低了39% 比节冻后再烤还要降更多 另外饭前如果吃点杏鲍锅 金针菇 香菇等等 菇类食物都含有蒲具糖 饭前吃半碗就能有效抑制糖类吸收 冷藏的温度大概放一天之后 升糖止住会下降 最主要是里面有抗性淀粉 鱼具糖的事实上血糖上升会比较缓慢 半碗绿色蔬菜再半碗的菇类 糖分控制其实是有帮助的 不过如果想要降糖 保存食物多了冷冻这一步骤 竟然超有效 不论吃甜的还是咸的 即使食物不咸 鱼头孔也藏有惊人 那含量 长期吃或者频繁吃 小心疾病来敲门 很多人认为南北极差不多 在地球的两端都很冷 但其实这两个地方差异很大 在南极气温冷的时候 曾经创下-93.2度 是地球最低温 连动物都不亦生存 稍后一起来看 最新出炉的全球最佳国家排名 由瑞士拿下第一 之后是日本、美国、加拿大和澳洲 这是由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与宾州大学华顿商学院选出来的 日本首次挤进了前三 因为大量的游客涌入 加上企业改革和股市上涨 成为国际投资主要的目标 亚洲地区新加坡排名第14 大陆第16 南韩18 台湾则是没列入贫茧 很多人都认为南北极差不多 但是都在地球的两端 应该都很冷 但其实这两个地方差很大 南极大部分都是陆地 北极是海洋 南极的气温冷的时候很多 可以曾经创下-93.2度 那地球最低温 动物也不易生存 但有一种动物北极是没有的 就是企鹅 地球上最远的地方北极和南极分在地球两端 都是极寒之地却大不相同 南极是一个真正的冰大陆 其中97%的陆地是厚冰块 但北极却没有大陆 北极圈三分之二是海洋 简单来说北极是海洋 而南极是大陆 这两个极地之间的温度差异很大 南极比北极要冷得多 一个原因是海拔差异 南极大部分是陆地上的冰层 并的厚度1800多公尺 如果从土地上开始算最高冰层 可达4700多公尺 而北极海洋上的海滨最多只有10公尺厚 加上来自赤道的暖流 能流入北极 但南极周周围的南极绕极流 则使温暖的海水隔离 2010年南极观测到地球上 有记录以来最低温 达到了惊人的-93.2度 虽然北极陆地面积小 但比南极暖活 陆地动物有北极球巡路 狼 北极湖等等 而南极寒冷干燥 环境恶劣 动物种类不多 没有树木生长 也没有哺乳动物 代表南极大陆的企鹅是鸟类 海豹是海洋哺乳动物 最主要的一点是 北极没有企鹅 只有南极有 南极实际上不属于任何国家的领土 而在北极圈和南极圈 有一种现象是极昼 太阳一整天不下山 相反另一个地方 则使极夜两个各维持六个月 南极北极的共同点则是极光都美得惊人 记者最后报道 位于全球最幸福的国家 不丹的帕罗机场 是不丹境内唯一一座国际机场 不过这座机场 也被视为全球最难起降的地方之一 因为跑道坐落于 两座海拔 550公尺的高山之间 考验技术和胆量 全球只有50名的飞行员能够升任 飞机从山壁间冲出 两边就是险峻高山 稍有不慎就会撞到 飞行员只有在即将降落时 才能从空中看见跑道 就快贴地都还无法对准跑道 全球只有50名飞行员能够升任 飞机惊险降落跑道不到2000公尺 容不得一丝失误 同样危险的机场 还有尼泊尔卢卡拉机场 跑道尽头90断崖 平均每年一起空难 拥有全世界最短跑道 460公尺 连标准国际跑道长度的十分之一 都没达到 浓雾 枪风 天气恶劣 加上多山地形 不管起飞还是降落 根本穿梭深于死 加勒比海圣巴 泰勒米岛 古斯塔夫三世机场 也入选最危险机场 飞机有独门的 俯冲式降落法 跑道短又距离附近山坡 道路非常近 距离高度掌握不好 就可能撞上汽车 但要是下降速度太慢 错过着陆点 飞机就会冲进海里 希腊爱琴海西北部 司机雅索斯岛机场 则有最震撼降落的称号 飞机可说是直接从游客头顶扫过 堪称史上最低的降落方式 轮子大约只离地三公尺 看起来超危险 但仍然吸引大批游客超胜 目前因为纠约的关系 自断龙尾的大阪金龙拉面出现意想不到的发展了 断尾竟然跑到了对面螃蟹店的蟹熬当中 看起来就像是被螃蟹夹断 引起讨论 日本大阪道顿窟的高人气拉面店金龙拉面 因为招牌外墙上的巨龙龙尾越界到隔壁邻居 哀告侵占日前进行拆除 引发许多人不舍 没想到龙尾大复活 跑到了对面15公尺外的螃蟹蟹脚上 看起来就像被蟹脚夹断一般 旁边还挂着一幅写有金龙嗓振作起来拔的打气布幕 引发民众议论纷纷 原来是螃蟹店的老板 因为感谢过去拉面店 和商店街的协助决定出手相助 要将期间限定复活的展示 由于募款支援地震重建 当地许多店家都有巨大招牌 像章鱼烧店 螃蟹店 饺子店等等 也是观光客拍照的焦点 作为亮点之一的金龙 在断尾后眼睛旁还放上了泪水 现在再度出现转折 变成喜极而泣 被视为大阪人的幽默和创意 另一个旅游圣地 北海道的大雪山黑月 红绿黄香街 遍布漫山遍野 色彩缤纷 吸引大批登山客和外国游客朝圣 这个日本最早的红叶圣地 被称为众神的花园 游客可以坐缆车赏风 依然壮阔美景 接下来全日本进入秋天 又要迎来新一波赏风热机 记者组合报道 全球科技巨头的身价不凡 您可能很难想象 公司得花多少钱来保护他们 其中脸书执行长祖克博 安保费用一年就高达了 7.4亿台币 稍后一起来看 全球科技的巨头身价不凡 你可能很难想象 公司得花多少钱来保护他们 像是脸书执行长祖克博 公司花在他身上的安保费用 是一年7.4亿台币 还是同一业的三倍以上 回答执行长黄仁勋 则是台币七千万元 不止保镖 连汽车 司机 住宅 都部署严密的维安 滴水不漏 全球科技公司巨头 总会砸大钱 保护自家执行长安全活着 美国安保公司 曝光超惊人的金额 身价台币六兆的脸书 执行长祖克博 个人一年的安保费用 就高达台币7.43亿 还是其他科技公司的三倍以上 当中包含二点九八亿的 直接安保 以及四点四五亿 用来保护家人安全 曾经传出 祖克博雇了十六名保镖 进驻台币两亿的豪宅 轮班专门保护一家子 全家人简直像香精 另外身价台币三点三兆的 回答执行长黄仁勋 传出公司替他出的住宅安保 以及咨询费 就要七千多万台币 不是只有请保镖而已 连汽车跟司机都公司出钱 就连家里装备监视器 也要公司付 豪宅根本公司盖的 另外还有快一千万的安全支出 这些加起来 还比去年大增百分之七百五十六 科技富豪的维安 不只是请保镖随行 还有照料住所 买私人飞机等 安保业者表示 这些训练有素的保镖和维安资源 服务收费每小时将近台币两千元 而雇用两名保镖的年费 可能超过三千两百万台币 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 有自己的安保公司 传述一年花了七千六百万的台币为安 Google母公司则为了执行长皮茶衣 支出2.1亿台币安保费用 苹果保护执行长库克 去年就付了两千六百万台币 但光是私人飞机 就另外要付五千万台币 看来飞机比人还重要 记者王宣宣报道 大陆央视的中秋晚会阵容庞大 台湾艺人肖敬腾 吴克群也受邀参加 肖敬腾和郁可韦打头阵合唱 这姑天桂花 而吴克群和香港歌手曾比特 还有大陆南高音张英席 共同献唱灯火里的中国 肖敬腾日前结束录影受访后 表示之前虽然有跟郁可韦在同一个节目上面 但都没有机会合作 这一次很高兴 终于可以有机会一起合唱了 只可惜舞台太大 两人没有太多的交流 只能靠意识展现默契 而吴克群也向曾比特介绍 台湾人过中秋是有烤肉的习惯的 号称天下第一潮的大陆前唐江 每年中秋前后会迎来年度最佳的观潮时机 空拍画面能够看到网阁潮 波纹潮和交叉潮等壮观的潮水 吸引了游客蜂拥而至去观潮 新闻的最后带您一块来看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赖正凯 我们下次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